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飞翔的十颗星星折损了五颗星 我们带你来关心这一起重大的非安意外事故 好 我们刚刚来邀请到在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 軍事专家施孝伟 阿官好 大家好 邀请到资深搜救人员黄胜峰 阿官好 大家好 以及万网投资总监财经专家蔡明璋 大家好 邀请到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 大家好 网路观察家朱学恒 各位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康然俊 大家好 赶快带大家来关心这一起重大的非安事件 黑鹰直升机外船迫降污来山区 等我会让观众朋友来看这张照片 这是飞机残骸的照片 其实严格来说是失事而不是迫降 参谋总长的13人都在飞机上 而在今天下午 黑鹰直升机迫降事件 已经证实参谋总长沈一鸣等8人罹难 5人生还 这一起事件令人震撼 是的 今天早上7点45分的时候 空军的救护总队的UH60M的运输直升机 载着一行13人去进行春节的试导跟慰问工作 从收担机场起飞之后不到37分钟 雷达光点忽然消失 消失之后包含了乌来当地的居民说 我好像看到有直升机从空中落下 空军司令部也立刻报案 并且派出救援团队 甚至有两架直升机直接被派到当地的上空 去做视察确证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 可是明明在几分钟之前 他的回报是说附近的空域视线良好 而且符合进场标准 但就这么忽然之间消失在雷达幕上 而且最早的时候消息是说他们迫降 但迫降的状况不理想 随即到了今天中午以后消息非常混乱 有的说已经找到人了 有的说部队还没有挺进到当地 有的说参谋总长已经被找到 而且生命迹象稳定 甚至一路到最后 连新北市的市长侯友宜都出来讲说 我们13个人都已经救出 但没想到国防部在中间全面否认 他说对不起我们的部队还没有抵达 现在传来的消息一切以我们为准 好 为什么会爆发生死罗生门 同时回到节目现场也要带你来关心 这一起逝世事件到底是人为还是机械问题 接着回到节目现场 刚刚阿宅谈到这个时间轴 7点45分准备要出发 7点54分正式起飞 8点07分还有联络 联络的时候说天后怎么样正常的情况 接着8点22分光点就消失了 在这个状况之下光点消失 所有的雷达观测人员大概只能 推测说是不是迫降或者是遭遇到意外撞山 但因为不能确定 所以当时空军的救援团队 马上派出了另外直升机 甚至还包含了E2T的空中预警机到现场 但现场的状况跟我们之前收到的回报差距甚远 我先打个岔我先问一下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搜救预警机到现场又折返呢 因为搜救直升机它如果到了限地 它如果看到限地的天后状况 不尽理想的话 这个时候搜救机可能要折返 为什么 因为万一搜救机也进入一个不理想的空域中进行飞行 搜救机自己本身可能也会遇到一个不好的状况 那欢迎来就说天气是状态不太好吗 好 这个地方 但是气象局说天后很好 大概所有的观众朋友今天出门都会觉得 今天天气好得不得了 阳光普照 好 但其实各位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个地形大家注意到 它其实是在蓝阳平原的边上 然后它来自于菲律宾海那种温暖的海风 吹上来之后 其实它这个暖湿空气进入陆地上 然后被上抬 抬高到大概其实大约5000英尺左右 大概也就是大概等于差不多1300多公尺 1400公尺左右 它就变成云了 所以它其实飞行员他最后一次说明的时候 他是说他在8点7分的时候 他说我现在这个高度大概差不多是1000多英尺 3000多英尺 然后云密他说云密大概是5000英尺 所以他要维持5000英尺云密下目视飞行 目视飞行 目视飞行Visual 也就是说他我看得到外面这个情况 然后我可以清楚看到地面空中这个景物 但是我们刚刚讲了这个地方近山区 如果暖湿空气 就是或者说温暖的空气 海面上因为海陆的温度不一样 海上陆地温度不一样 它吹上来之后 这个时候水气就有可能大概在差不多1000公尺多的山区 也就大概说4000 5000英尺的高度 就开始凝结了 那这个时候甚至有时候在山谷里面 对不对 它有可能结成云雾的这个高度 可能更低一点 所以它有没有可能 当然必要说这是我们的猜测 有没有可能就是飞行员在飞的过程之中 它可能在航路上 你可以看到它那边航路上转个弯 转一个弯之后进入山区 因为那个地方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松山基地的这个直升机离场 大概就是朝向这样一个方式 上一次摔掉在哪里 上一次那个也是救护队 拐动动两 他们摔在山雕角那边 离这边其实不远 也就是说它飞机在飞的过程之中 可能在山区 因为如果你今天你目视这个飞行的话 其实就我了解 救护队的飞行员 它的仪器跟那个目视的能力都不错 仪器就是说万一外面都是云雾 我可以依照我的飞行仪器告诉我人在哪里 但是它我刚刚讲 就说你有没有可能飞机在那个区域里面 它飞机在山谷中拐了一个弯 结果遇到低不预期的那个云雾 然后这个时候飞进去 它想要脱离 还来不及就撞山了 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 我们一般平地的好天气 不等同于山区的好天气 山区的好天气 这个点我是非常有印象 特别我们因为过去采访的关系 搭过空军救护队的直升机 进山区执行任务好几次 我本身就是包括九月地震到县地去勘察 还一直到玉山去空拍 教官就开过转机 对 其实当天的天气很好 但你可以感觉到山区的气流 还有风特别的强 就是让这个直升机在飞的时候 你会感觉特别的颠簸 而且其实飞行教官 气流跟风 对 而且飞行教官跟我们讲 其实在台湾山区执行飞行非常危险 我们去山区都知道 山区有很多流龙 这是直升机看不到的 还有一些高压电的电塔 这些都会对直升机低飞 特别穿越山谷这种飞行 形成很大的隐患 也只在山区进行飞行 直升机是相当危险的一个工作 好 不过任俊 今天媒体有谈到说 那个地点 对开直升机而言 是一个艰难的任务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说 越不过航路地的山极线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一次的撞机点 其实蛮特别的 我先讲 就是说其实一般我们要起飞之前 他一定要先做飞行计划 飞行计划的概念就是说 我从这个甲地到椅地 可是我这里面可能会经过什么山 或什么 所以他必须把他飞行的路线算出来 画出来之后 他就可以计算他的飞行时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最重要的是 我如果经过山 我的山的飙高是多少 所以他基本上要到这个山区之前 因为他这个属于专机任务 专机任务 因为他其实不需要让你进到山谷里面去盘旋 除非他特别有要求 否则的话 如果他直升其实可以 他其实越过山就好 所以他其实在抵达山之前 他会先 就是开始要先爬升 这个要先说明清楚 这个画面就是透过Google Map 标出来的失事地点 是 事实上他在做飞行计划的时候 就一定会飞高 说我这个地方最高是到哪里 所以他只要到这个位置 因为你知道 就是飞行的时候 除了我设定这个飞行路线的时候 我会设定IP点 IP就是检查点 我要跟我的塔台回报说 我现在已经经过第一个IP 第二个IP 他就可以知道说 我这时候要开始进行什么动作 这一次比较特别的地方再来是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研判 就是说他到底发生什么样一个状况 第一个 你刚刚提到说 后面为什么空军 他们在派军机去的时候 突然他们又折返 又折返 因为就气象局的说法是说 当地的状况很好 可是我不知道主持人 有没有去爬山过的经验 就你突然转了一个角 你会觉得很冷 因为整个气候状况会不一样 现在看起来是他第一个 如果他越过这个山 他如果高度够 是让他直接越过去就好 是不是因为他上面有云层的部分 所以他没有办法进去云层 因为你知道 静云最可怕的是 你没有办法目视飞行 白茫茫的一片 我记得我在飞的时候 有一次是 我们就进到云里面 你本来是可以看到东西的 结果你现在突然就看不见 看不见之后 你会产生一个最可怕的状况 就是你会整个迷向 空间迷航 对 就是你觉得 因为你知道云里面 其实气流会流动 所以即使你的飞机往前直走 可是你的这个东西 云一直动的时候 你会以为自己在左转 你那时候没有办法靠自己 你就必须要瞬间去看这个EFES 就是刚刚这个校委所提到 那个仪表飞行 可是你如果转不过来的时候 其实再怎么资深的飞行员 都有可能会瞬间 遇到这个状况 好 也就是说他习惯的是目视飞行 突然换成仪表飞行 他不见得会习惯 没错 我们回到刚刚阿扎所说的 其实在第一时间 我们确实派了机队要去搜救 但是最后折返 很有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关系 所以最后的搜救任务很辛苦 是人类接驳方式进行搜救 也就是说我们到现场 要先徒步进去 画面上你可以看到 我们所有的搜救人员 是徒步带着街市进去之后 然后找到人 在徒步接力把人搬运出来 那那个地方 光光徒步进去 就要三四个钟头 那如果你在带着人搬运 在三四个钟头 我们确实担心 即便现在找到了生还者 这中间能不能得到紧急救治 都是让我们非常担心的 我们把当时状况再讲清楚 当时派出的直经机队 到现场就光给消失的位置 他的回报说我看不见东西 也就是他完全跟十几分钟前的 天气良好状况不一样 他从直接进往下看 是看不到湿湿地 看不到残骸 甚至没有办法清楚了 看到山脉轮廓 所以后面才会有搜救队 直接徒步进去 徒步进去 中间有很多的错误讯息的传递 就是因为坦白讲 第一线冲进去的 是我们国军的搜救队 跟民间 也就是新北市的消防团队 但没有到达当地的时候 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消息 请注意这个消息 马上就传遍所有的媒体群组 是说人都救出来了 人都找到了13个人 我们第一时间是说人都是生还的 甚至连侯友仪都出来讲了 但是到11点20分的时候 军方说等等 我们没有收到这个讯息 我们的弟兄还没有到这一个 可能的光点消失的点 但到了下午1点的时候 挺进的第一线 因为之前我们知道 这个军文社的记者被困在后座 她传讯 然后跟大家讲说 第一时间是军文社的女记者 吹哨 因为看起来整个座次的话 新闻官是坐在最后面 顺带一提 她是军文社的第一位女新闻官 那陈英竹坐在大概最后面 她脚被卡住了 她跟她同事回报说 我现在这个 我的UH-60M的军机 现在已经落地 但落地的状况她说不明确 她脚卡住了 所以当时她的长官很跟她讲说 所以她是 英竹不是坐在哪个位置 她坐后边吗 她是相对后面 她是相对在后边 这边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直升机上面 她的座位这个情况 以这个UH-60M直升机 不管是空军的 或是陆军的 或是海军的 美国海军的那个骑士鹰 基本上她里面的这个座位 大概是这样安排的 这边前面一个是 主驾驶 正驾驶 然后副驾驶在这边 主要那个直升机 跟一般的民航机 是反过来的 她正驾驶在这边 然后接下来 她这边其实有两个位置 两个位置都朝外面 就是我们看到影片的时候 有的时候 会有人伸出头来 这边她有一个叫Crew Chief 也就是机工长 然后她也兼任枪手 她这两边有一个窗子 对外架的窗 然后这边有三个位置 这三个位置 基本上就是高冰 通常就是如果在 这个飞机上面做的话 其实我们知道 以军队的礼节来说的话 她这三个是会保留 给较高阶级的人来做 所以就是说 我们可以推断 参谋总长可能是坐在 这中间的位置 对 旁边有两个少将 参谋总长可能是坐这个位置 对 也有可能 参谋总长或者说跟 政战部副主任 他们两个同军 有可能坐这里 然后可能旁边做个参谋 好 接下来 通常门是在这边开 门在这边 会往后面打开 这个时候 这边她有八个位置 12345678 所以其他那八个人 像以军文社的摄影来说 因为她可能还要拍 长官登机的这个画面 所以最后通通人上去 她可能是坐这个位置 或坐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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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后面 会不会靠门边 对 靠门边 对 这边是门 然后这边飞机是机头 朝前面 然后这个地方 它还有一个 我们叫做沿尘油箱 如果你沿尘油箱拆掉 这边还可以直接 装四个位置 但是现在国军来说 都会把这个沿尘油箱 就是让飞机可以 飞更远的沿尘油箱 装上去 所以这边会有个油箱 因此这边 一架目前黑鹰直升机来说 乘客可以带十一个人 机组员可以带一二 十三个人 然后再加上 如果还有机务人员 或是作战人员的话 其实它最多 可以坐到大概 差不多十五个人左右 好 所以映竹座的位置 有人说这一次 有些人生还 有些人罹难了 跟你坐的位置有关 这个部分 等会儿再来讨论 所以映竹座的位置 可能就是 比较容易生还的位置 他也是在第一时间 发出求救讯号 因为他第一时间 只有脚被卡住 他人是清醒 而且能够讲话 所以他长官有请他说 你能不能在位置上 看一下目前的 整个机内的生还情形 但映竹当时的回报是说 没有办法 不知道是不是 手机拍不到 或是前座已经曲折成 没有办法拍到 所以他只能回报说 我是还活着 只是我不能动 等到救援部队一路直冲 就强行军冲到现场之后 他们到现场 你看到 他1.05分的时候 说听到现场有吹哨的声音